看看新闻网 票房成绩65港元 约合人民币52元 而在香港总共50多家电影院当中 也只有新界区较偏远的元朗戏院 还有排片 不过每天也只有一场 《暴走神探》在香港上映的第五天 我们特别赶来了 唯一放映这套电影的元朗戏院 不过工作人员就透露 电影的票房情况非常的不理想 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 《暴走神探》上映以来 一直被安排在58人的小厅放映 时段也是乏人问津的5000场 查看未来两天的出票情况 截至目前每一场 的确只有一张电影票被售出 看来这首映当日65元港币的票房成绩 是被妥妥延续了下来 52元就连海报印刷的成本都回不来吧 咱就别谈票房了好吗 记者随即致电报走神探偏方 不过他们似乎对电影 在香港遇冷的事实并不清楚 香港我们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香港发现这种市北投工资 还是修能标 按照影院安排《暴走神探》将在4月1号下档 如不出意外 这部片子将以1000元港币以内的香港 总票房残蛋收场 也算是创下了2015年的一个票房奇迹了 如果说院线排片少到极限 是导致票房跌入谷底的客观因素 那么电影在香港几乎零宣传 就是偏方的主观原因了 话说影片在今年贺岁党登陆内地院线前 从11月份开始 一中主创就各大城市跑宣传 造话题 各种首映专访发布会连周转 而在3月26号香港上映之前 除了不痛不痒爆出软惊天 因和周冬雨暧昧 而导致交往八年的女友 徐伟宁吃醋搬走的滑边新闻 其他关于影片的宣传几乎没有 上目前来看 不论这则绯闻是否刻意在此时传出 只是给当时人徒增烦恼 对影片票房毫无帮助 现在是冷静期 先分开住啊 再说得透彻些 凌春传 排片少都不如口碑差 对票房来得更加致命 看看豆瓣两星半的评价 各位也就都懂了吧 娱乐新天地香港采访不到